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8月23号进行的一盘网棋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静命训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新角木,白棋二连心 之后黑棋单关跳,手脚,白棋挂脚 黑棋直接脱肩,反挂,白棋点脚掏空 这个都是常见的下法 之后白棋二路半战,黑棋也并没有补 反手一点,继续掏掉脚空 然后在这两个脚上,双方选择相同的定型 也是比较有意思 接下来白棋手脚,黑棋挂脚,白棋肩顶,黑棋单长 白棋夹过来,不让黑棋做根据地 当然如果说以后黑棋左边安定的话 白棋下方这里是拆三的一个配置 黑棋还是可以继续打入的 之后黑棋先大跳出头 这一手棋除了逃跑之外,还瞄着脚上后续的一些掏空手段 如果说白棋走其他地方 那黑棋马上就可以靠完之后,点三三 白棋沾黑棋二路半 这样不仅是木树比较便宜 而且黑棋这里的眼位也会好很多 之后白棋还是小尖补一手 先把脚控拿住是非常实惠的 之后在下方如何定型 还是要看黑棋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想要反击的话 直接打入是非常狠的下方 但是白棋下方这颗子直接出头 黑棋两边也都没有安定 这样黑棋也会有些麻烦 所以说实战黑棋还是决定先把左边这块棋处理好 实战黑棋斜阵 白棋靠完之后长 这样的话下方这个打入就暂时补好了 黑棋再往前长 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这样的话黑棋差不多也就安定了 然后白棋拐头 如果说黑棋再往前长的话 虽然说这个棋型就非常完整了 但是这手棋太坏 再被白棋往右下方招住的话 那黑棋脚上这块棋全死 损失就太大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选择飞出 先把这块棋逃跑 白棋打吃 黑棋单瞻 这个地方被白棋先手打到 其实对于黑棋来说影响并不大 那黑棋还是能够活棋 那接下来的重心 就看白棋如何进攻 黑棋右下角这一块 如果说白棋这个时候 直接选择往外招住的话 那黑棋是并不用担心的 因为黑棋下方靠压先手 再沾上 这里还是可以坐眼 外面也可以逃跑 白棋要是花一手棋往外封锁的话 那黑棋再往前压先手 然后把这里的眼位全部搭出来 白棋还是杀不了黑棋 实战白棋选择跳刺 这一手棋一方面是破坏黑棋的眼位 还有就是瞄着脚上这一手冲断 但是因为白棋在这儿多花了一手棋 所以说黑棋右下角这几颗子 就可以看清了 AI的建议是黑棋往右边拆边 这样的话 白棋如果说吃掉下方这几颗子 又多花了一手棋 那白棋的效率并不算很高 黑棋可以再往其他地方围控 实战黑棋往上拆 那白棋还是往这儿招住 想要把黑棋全部包进去 接下来如果说黑棋直接逃跑的话 是非常重的 这块棋缺乏眼位 实战黑棋下得非常灵活 往右边这里像不飞 这一手棋的意图就是 如果说白棋穿向脸的话 这个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手棋 那黑棋可以往上方这里围控 右上角这里两一张开 黑棋这里的这个模样 还是非常可观的 并且白棋右下角这块棋 也没有完全吃干净 因为黑棋后续还有这个碰的手段 碰在这里的话 脚上有冲断 白棋补断的话呢 黑棋右边又可以联络 所以说这个地方 穿向脸反而白棋不太满意 实战白棋先往右边飞压 把黑棋的这个空位置压低 然后黑棋靠断寻求联络 白棋单长 黑棋再打持 那白棋这颗子肯定是跑不了了 再长的话被黑棋贴住 黑棋旁边这颗子又联络了 然后白棋这两颗子也跑不了 所以说白棋就反打 黑棋提 然后白棋再穿下去 这个地方打持的话 黑棋可以断打 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对于白棋来说 还是非常重的 所以说白棋穿下去 那这样的话 黑棋右上方这里拔了一朵花 其实脚上这里的味道 也就好了很多 不过白棋右边的木树 也增加了一些 接下来黑棋选择大飞出头 走在这里的话 很显然这个联络是存在问题的 白棋马上就可以把黑棋分段 那如果说白棋现在分段 黑棋往左边段 白棋再补一手 就可以吃住右下角 这个木树看上去也还可以 不过黑棋也就可以挣得一个先手 走其他立方了 这里已经先手把白棋的空压缩了 实战白棋还是不满足 想要大吃黑棋 所以说选择往这儿照住 这个立方白棋下的还是非常嚣张 那黑棋接下来的这个应对 也是非常的灵活 黑棋先往这儿点 这个也是充分利用了白棋的心理 既然白棋选择大吃黑棋的话 那这个立方白棋自然也就不会考虑 从下方这里把黑棋分段了 肯定要把黑棋全部闷进来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这里飞 这一手棋也是相当妙 如果说白棋马上选择冲段的话 那这里的气已经先手被黑棋紧住了 然后黑棋可以往上方扳 这个立方因为白棋中间这里气紧 所以说也很难封得住黑棋 并且白棋右边这里是存在隐患的 因为黑棋随时靠下来的话 白棋脚上要补 等于说白棋右边这里 很有可能还要被黑棋分段 所以说实战黑棋飞的时候 白棋想了想还是算了 先往这儿搬一个 把这里的联络补完整 那黑棋往脚上冲 然后再往下方断 黑棋还是能连回非常多的木属 这个立方白棋如果说想打吃 这样站上是不成立的 黑棋可以直接断打 把这颗棋筋吃通 那接下来白棋还是得再补一手 黑棋团住先手 再把右边这颗子联络 白棋斑断 黑棋往上点磁 等于说最终黑棋还是 把右下角全部弃掉 虽然说黑棋中间这一串 下得非常妙 但是毕竟 弃掉这块棋目数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现在从这个胜率上来说 黑棋也是稍微有些落后 但是这盘棋还非常漫长 因为黑棋在右上角这里 有一块模样 如果说能全部成空的话 这个目数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白棋左上角 这里还有一块孤棋 这个也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实战 黑棋点刺 白棋跳出掏空 黑棋贴住 然后白棋挤一个 再把这个断点补掉 黑棋往中间贴住 白棋扳头 这个地方虽然说白棋是个软头 但是如果说黑棋就这样随手搬住 然后再往前连续压 黑棋这里是走后了 但是白棋越往前长 越会影响到黑棋右上角这里围空 因为像右边这里白棋双一个 这个地方是漏着风的 然后上面这里也漏着风 黑棋这里的空就不太好围了 然后黑棋中间这里变后的话 对于黑棋左边这里围空 帮助也非常有限 因为左下角这里 这个缺口黑棋想一手棋封住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左边的空想围的话 也比较有困难 实战黑棋还是往上大跳 继续在这里围 白棋挺头 然后黑棋刺一个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往右边冲断 也是价值非常大的 不过黑棋判断 可能这样继续围的话 不是很乐观 所以说先刺一个 先把这个便宜交换掉 如果说白棋沾的话 那黑棋以后随时可以往右边冲断 那这个地方AI就觉得白棋应该反击了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双一个 至于左上角这里的话 黑棋如果说跳一个 虽然说白棋暂时无法做活 但是白棋也可以选择弃子 并且白棋弃掉这一块 跟右下角黑棋弃掉这一块 比起来的话 那白棋弃的目数已经非常有限了 而且白棋往右边双一个 不断已经把黑棋右上角的空压缩了 所以说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实战白棋选择大飞 还是不放心这块棋 想逃跑 那右边这里就让黑棋先动手 其实这个立法 白棋还是存在隐患的 像黑棋往这夹一个顶住 包括中间断 白棋如果说先往上不断的话 那黑棋右边打持这里断 旁边还可以再把白棋断开 这个立法就要形成对杀 不过现在黑棋的这个手段暂时不成立 因为白棋往上还可以继续长气 不过这个立法白棋迟早了一步 实战黑棋直接断 我们刚才说到白棋如果说双一个 就算被黑棋断开的话 白棋还可以往上长气 所以说白棋现在应该走在这 这样目数更为便宜 但黑棋往上搬住 紧气的时候 然后白棋再补齐也不迟 这样白棋要比实战好 实战白棋就直接补 那以后这个冲断 很有可能还是会被黑棋走到 接下来黑棋往上跳一个 继续破眼 现在就这样和平为控的话 可能黑棋确实比较困难 这个控不一定够 所以说黑棋接下来的目标 还是想要吃白棋左上角这一块棋 并且现在白棋中间这几颗子也没有安定 之后白棋往前压 黑棋单长 然后白棋联络 那黑棋肯定不会再考虑往这补齐了 往这补齐的话 首先这个控就围的并不是很大 比方说白棋往这穿 冲过来黑棋往上跳下 白棋右边这里再双一个补齐 等于说黑棋右上角这里露着风 左边这里也露着风 然后白棋大龙可以顺势直接联络 黑棋还是会有些落空 所以说黑棋还是直接往外飞风 整体包围白棋 白棋往上飞寻求眼位 这个地方黑棋就不要断吃这颗子 断吃这颗子 反而让白棋上方比方说这种阿露跳 又成为先手 黑棋还要继续补 然后白棋这个眼型就比较丰富了 这个棋型会更加有弹性 所以说黑棋选择阿露夹 这样的话白棋上面这里的先手 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然后白棋往这跳一个 想把这里的眼型搭出来 那这个地方黑棋也不会这样去唯控 不然的话被白棋拐住 那连同中间这两颗子都让白棋连回了 那白棋做活也就非常容易 所以说黑棋直接飞出把白棋分段 接下来白棋沾 黑棋先往这唬一个确保自身的联络 这样的话上面有这个一路度过 然后旁边唬一个也可以连回 之后白棋往上小尖 那黑棋度过 白棋再往这靠压寻求眼位 这个地方黑棋倒是也有其他的选择 那就是可以往这儿搬断打吃 沾 白棋往上打的话 黑棋就搬断 这样可以把白棋脚上这块棋吃住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 上面这块空被白棋掏掉了 而且左边这里白棋往外走一走 因为黑棋的鲍鱼圈还是存在问题 还要继续补 白棋还会有一通搜刮 所以说这样看来 黑棋吃掉脚上这块价值就不算很大了 那实战 黑棋还是选择往右边搬 白棋长 黑棋沾上补断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 直接这样顶住扩大眼位的话 局部是不活的 黑棋可以这样缩小眼位 上面跳一个破眼 白棋冲 黑棋就继续把白棋包围 现在白棋暂时不活 实战 白棋搬 然后黑棋往这并一个 白棋单站 那黑棋再往上冲 那右边这里白棋暂时是出不了棋了 那接下来 白棋还是要寻找黑棋外面包围圈的这个保卫 所以说白棋往这儿靠出 黑棋如果说扳的话呢 白棋往这儿虎一个 这里的眼位就比刚才要好很多 包括上面以后作眼打吃 白棋就更加容易活起了 所以说白棋靠出的时候 黑棋是一定要往前长的 实战黑棋往这儿长破眼 然后白棋想把中间这两颗子出动 所以说白棋贴住 断 接下来因为向中间这里有个冲断 所以说黑棋不能这样补 这样补的话白棋直接就冲断吃通了 所以说黑棋接下来的每一手棋 都必须要紧住白棋中间这三颗子的棋 黑棋选择斑 其实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有退路 就是左边这里可以打持 打持完之后飞出 然后把脚上这个尾巴弃掉 白棋再往右边这里掏空 这样从胜率上来看还是白棋优势 实战白棋头还是非常铁 这个地方有一个后路 但是就是不逃跑 而是往中间这里冲完之后双打持 那黑棋就把这个出口堵掉 接下来白棋提 黑棋再拐住 等于说现在白棋大龙被闷进去了 然后中间这块棋 现在也被黑棋包围了 而且这个冲断还是不成立 因为白棋的气是紧住的 然后白棋往上冲 黑棋断 白棋打持 黑棋沾 下一手棋 白棋就算多了右上方 这几手棋的交换 还是无法做活 往这顶住的话 黑棋往二路跳 二路扳 黑棋挡住 白棋挡住的话 黑棋就一路扳破眼 这里挤一个也是一个刀霸骨 黑棋这里断打完之后长一个 白棋也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棋还是无法做活 那就想办法在中间这里出棋 实战白棋虎一个 黑棋扳住 然后白棋断打完之后长 那黑棋肯定要先把外面这五颗子裂回 像中间这里 白棋随时往这扳 是可以吃住黑棋中间这一块 但是如果说白棋扳的话 黑棋就往右上角断 把这两颗棋筋吃通 只要现在黑棋能把左上角大龙全部吃掉 那中间这块棋就算被白棋反杀的话 黑棋全盘的空也是足够的 然后实战白棋往上挤一个还是想要坐眼 那黑棋二路跳破眼 白棋顶住 黑棋单瞻先把这里的气呈出来 不让白棋往旁边打持扩大眼位 然后白棋往上冲 这个地方黑棋就直接一路打 也不给白棋任何的借用 然后白棋往路搬 黑棋挡住 白棋单瞻 黑棋再往一路瞻 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坐不了眼的 如果说往这挡住的话 黑棋一路打持 单瞻就可以了 这里拐住也都没有棋 白棋往这走的话 关键是这个断打时先手 白棋还是只有一只眼 所以说现在白棋大龙还是活不了 之后白棋往中间搬 刚才我们说到 只要白棋搬 那黑棋就断持 右边长颗棋筋 把这里全部吃通 黑棋也就联络了 然后白棋打持 黑棋单长 走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继续走下去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地方白棋就算 沾上黑棋贴住 还是出不了棋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精彩 在开局阶段 黑棋选择弃掉右下方这一块 下的非常有气势 但是全盘的这个 这个空是比较紧张的 不过接下来 黑棋也是先发展右上方这里的模样 然后转而进攻白棋左上角 虽然说之后白棋出现了非常多的机会 可以把上方这块大龙跑出来 但是白棋都选择放弃了 而是想要在上方做活 然后再把黑棋中间这块棋卷进来 但是黑棋在这里直接收棋 下的也是非常的强硬 最终再往上方破眼 让白棋无法做活 然后再全部吃掉白棋大龙 好 那这番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